没有队友,没有安全绳,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上几百米的绝壁 向上爬是生路,往下看是死路 全世界仅有1%的攀岩爱好者尝试过徒手攀岩 因为这项运动实在是太过危险 有人曾说过,如果把徒手攀岩作为一项比赛 那么主办方只需要准备好单架和金牌 因为胜利的对面不是失败,而是死亡 亚历克斯是极限运动爱好者 可能是因为他大脑中的性人体需要受到更高的刺激 才能感受到恐惧 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攀岩运动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徒手攀登球掌岩 球掌岩是全球最大的花岗岩巨型都市 近乎垂直和光滑的颜面让无数攀岩高手望而却步 球掌岩被誉为最难攀爬的绝壁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长约900米其中还藏着几个极其难爬的攀登点 第一个极限平板和地面几乎成90度的光滑平面 只能依靠手指和脚抓住气时细微凸起的地方向上攀爬 第二个怪兽大裂缝 需要将手臂伸进裂缝中向上攀爬 感觉就像是手臂在砂纸上移动 第三个距离坡 只能依靠大拇指的力量撑着全身 甚至还需要向左边的岩石飞扑过去 不仅需要足够的体力还需要爆发力 第四个耐力脚 在这个地方脚没有任何着力点 仅依靠着手产生的压力附着在石壁上 第五个特付龙脚 这是一段乘90度的岩石夹脚 攀爬过程中手脚必须撑着两边的石壁向上攀爬 极其需要体力和耐力 这几处难点不管怎么看都像是死神在向我们招手 不是没有人攀爬过酋长岩 不过他们都是全副武装 像亚历克斯这样的实属不多见 其实在这样的险锋面前 亚历克斯也会害怕 酋长岩他已经攀爬过40多次了 但是徒手攀爬他还是不敢尝试 从2009年开始 亚历克斯就开始为攀爬酋长岩做各种准备 他和好朋友汤米一起研究着如何攀登这座高峰 汤米也是大神级别的攀爬高手 他在之前已经挑战过酋长岩 不过是在有安全绳的情况下 汤米深知这座高峰的危险之处 并不希望亚历克斯去尝试 因为他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亚历克斯对于攀登酋长岩是有充足的准备的 他不但有数十四的实地攀登经验 还将每次攀登酋长岩的不足记录下来 长达八年的准备时间 让亚历克斯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和摄制组商量着攀爬的最佳时间 讲述着自己的兴奋 当被问到是否告诉女朋友了之后 他的回答是 到时候他就知道了 亚历克斯是一个内向有点害羞的男孩 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徒手攀岩 因为他不想和别人说话 他认为攀岩是他的一切 在恋爱和攀岩之间 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攀岩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朋友 桑尼 桑尼是亚历克斯的粉丝 是一名普通的攀岩爱好者 他理解亚历克斯的想法 但是并不赞同 不过在看到他的努力和坚持之后 桑尼也只好妥协了 紧张的人不只有亚历克斯和桑尼 还有拍摄的摄制组 摄制组也在摸索着要如何拍摄 因为只有一次机会 他们必须找到最好的拍摄角度 并且不能够打扰到亚历克斯 去攀岩酋长岩的前一天 桑尼为他剪了一个好看的发型 最后一次问他能不能放弃 但是亚历克斯依旧要去追寻梦想 凌晨四点 亚历克斯穿好鞋 带着手电筒 毫不犹豫买出了第一步 一大便黑暗中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光 在爬到极限平板的地方时 亚历克斯放弃了 他不确定自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攀岩 他不想在朋友面前摔成肉饼 亚历克斯需要重新做心理准备 他又去重复攀爬了数次求掌岩 将每次的感觉都记录下来 制定一个更加完整安全的方案 这天新闻报道 乌里在珠峰附近坠落身亡 他也是一名攀岩爱好者 亚历克斯看到并不觉得吃惊 第二天他也照常去攀爬求掌岩 他知道自己遇难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他并不想放弃 这段期间 亚历克斯锻炼着体能 设置组也在想着所有方法 在不打扰他攀岩的情况下拍摄 气氛变得严峻起来 所有人都在为他担心 决胜之日 他最后看了一眼手机 依旧是毫不犹豫地迈出第一步 从90度垂直的岩壁上 亚历克斯一步比一步坚定 很快他来到了上司放弃的位置 不过这次他丝毫没有慌张 甚至还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到了新型平台 在这里他还遇到了一位 同样来挑战求掌岩的男人 在巨大的山体面前 亚历克斯渺小得像一只蚂蚁 但是那一点红色 却显得无比耀眼 终于他到了最难的地方 距离坡 在练习的时候 他也很少整宫爬过去 下面的摄影师们都在为他担心 甚至不敢抬头向上看 亚历克斯左手向上抓住一块 突起的岩石 然后移动双脚调整中心 右手迅速跟上 他使出了空手倒梯 成功地越过了这个难点 还冲着镜头说了神欧夜 之后的路依然是险峻的 紧张的氛围营绕在所有人的心头 下面的摄影师也不知道 今天他们见证的是 亚历克斯的成功还是死亡 一顿横向攀爬过去 亚历克斯离山顶已经不远了 他继续勇敢地向上爬着 一步 两步 三步 成功等顶 所有人都为他欢呼着 他站在顶峰 看到了世间最美的风景 亚历克斯非常开心 他没有向自己的恐惧妥协 还实现了准备八年的梦想 尽管极限运动的终点 不是恐惧就是死亡 但是亚历克斯会勇敢地走下去 所谓生命的意义 不就是为了理想而耗尽吗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